Lay好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好 今天要來看哥德仁對賞維基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哥德仁 哥德仁這一次的改版非常的好 因為他吃這個大象還有那個鹿啊 駝鳥啊 斑馬啊 都可以吃的比較久 對 前期經濟來說都會比較好一點 到了中後期來說還是要一直農 才可以使用自己的那個食物消耗減免的效果 好 打出一些優勢啦 所以哥德仁你算是先要邊防守反擊的一個打法 如果你強制主動攻擊沒有打到任何東西的話 然後錯失開農的時機點 那你就很容易落後於對手 所以哥德仁的話玩起來算是比較偏暗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維基人 維基人這次改版來說的話也是改動蠻多的 但是他的維基狂戰士幫 雖然回血速度變快喔 冰1分鐘40血 但是其實還是對實戰來說沒有太大的幫助的感覺 那除了這個 黃戰士幫可以增加強武的攻擊力一低 跟維基大戰士傳德一攻以外 呃 其實對於復兵系來說沒有太大的一個加成 那反而是這個劍兵勇士喔 可以吃到軟甲技術的關係喔 所以維基人的劍兵勇士呢 反而是一個很強的一個單位存在喔 甚至已經超越了他這個維基狂戰士幫這個單位了 所以現在維基人的打法主流比較算是打劍兵勇士 而不是打這個維基狂戰士幫 所以就是玩起來就有點矛盾了 那這個狂戰士的存在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那這個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之後吧 維基這個文明喔 可能寶兵的單位 要再去加強一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什麼提高血量或是提高跑速之類的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維基人也是全遊戲裡面喔 這個遊戲裡面經濟最好的文明 免費的輪走技術是首推手 讓他很早就會爆出大量經濟 甚至用數量擬押對手 所以你是一個喜歡經濟爆的玩家喔 維基人絕對不亂失望 但是他到了後期喔 沒有這個火炮會比較難受一點 科技上面的來說比較缺陷一點 就是馬的部分賊爛 只有輕騎兵 然後二級甲跟平走 然後他也沒有這個 那個叫什麼 火槍 火槍系的都沒有 所以對付對付 對方攻兵的時候 對付對方步兵的時候 大多數都只能用這個 強弩喔 去來攻擊對手 那要用自己要用到火槍的話 其實是沒有機會的 反正是哥德爾有火槍喔 所以哥德爾在步兵內戰的時候 火槍可以幫到很多的大麻 但維基人的這個科技限制的關係 所以打起來後期 會有點痛苦 好 那我們就先加速一下吧 那沒意外的話 哥德爾有可能會打個棒棒開局 畢竟哥德這個食物減免效果 讓他打三棒棒 其實也不會太虧了 甚至還可以打到點東西 雖然現在裝甲步兵開局已經很少了 但是他其實也是可以打的 好那看起來是沒有打的 因為這封建時代沒有這個時間按就差不多 幹什麼 剛講完就打了點是怎樣 呵 阿對阿你現在這個時間點出棒棒 不就是要讓人家砍的意思嗎 呵 我想說 你這個時間點按棒棒 就很容易按不出東西來 你就說按了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好吧 可能 MBL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還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們只能這樣接受 剛講完就出是拉伯 不是我要唱衰黑暗時代出棒棒這件事情 而是他這個出的時間點 是真的很難打到東西 就算出去也是被工兵追著跑的份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啊我覺得 而且又容易單屍出來 又容易被對方刺口抓掉 所以民兵這個單位 通常你要打就一定要打的 三棒棒出門然後直接轉裝甲 會比較好 或是二棒棒直接配刺口 高速出門 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棒棒稍微修一下操作 正覺得這個民兵的攻擊特效的聲音 應該要像這個暴泳式一樣 應該要蹦蹦蹦蹦蹦 那種聲音才比較舒服 那種原始的感覺 畢竟他這個哥德爾 棒棒的敲的聲音還是劍 在對坑的聲音 就有點微妙 拿著棒棒 但是卻是劍的聲音 我一直覺得 C-League這個細節方面 可以再做得更好一點 那個聲音的部分 但是不改也沒差 就是單純個人的想法而已 MBL決定要有一個超級大為 微爆 但這邊刺猴已經沒有辦法在對村民造成輸出了 只能在那邊小刀小鬧 稍微打下跑下打下跑下 他好像沒有看到這裡 哎呀這個地圖沒有圍好 到這裡有看到這個地圖的話 直接這樣子圍 拉上來圍一條 然後這裡圍一下 果然小刀小鬧 這邊刺猴也要往後面開始圍 Hira這邊就把自己剃圖地圖探乾淨的關係 所以現在圍加雖然有點慢 但至少長槍兵過來還是能守到這些村民 那他這邊可能還要繼續按槍兵 這個槍兵可能要再繼續補一下會比較好 因為槍兵 家裡的話很容易 這裡牧區或果子去都會被騷擾到 但這裡其實有點危險 其實Hira這邊是可以直接硬上的 不是Hira MBL MBL直接先把這個槍兵戳掉之後 剩下的單位都直接原地開打 都可以吃了掉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想要原地開扁 因為他後面那隻槍兵或是其他單位來自民 絕對是會比較慢一點 在後面這裡 或者是Hira已經覺得對手 已經不可能會再直接硬打 有可能他覺得自己的補兵速度很快 MBL可能你這樣覺得 所以剛才沒有打起來 這邊直接全部封鎖 用兵速封在這裡 然後家裡四個人挖進 Hira這邊是決定要早期上到城堡時代 不想跟你封鎮打太久 畢竟我有免費輪軸技術 我只要越早上到城堡時代 這個守衛車越早拿到 對我來說的優勢就越大 Hira可能意識上的感想是這樣子 結果MBL剛剛不打 然後現在被關在家裡 要抓到一村其實很困難 這邊可能要硬上了 這裡補兵上 待會冰城也是全部送光 不會他可以一直秀 好吧 我們就當他可以秀好了 因為MBL畢竟也是頂尖玩家 那分數已經現在到2700分了 跟好像比Viper還要高了吧 然後比Hira差了大概個位數的分數而已 這個分數差距是非常微小的 這就是MBL非常強大的地方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們頻道 就是特別容易被毒奶 怪怪的 這裡這個是我的問題 其實我太清楚了 這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怎麼會一直出大事呢 怪怪的怪怪的 這邊想要抓一下村民 你看三隻打起來是蠻痛的 但是要有這個足夠的輸出時間 來打這個殘血村民 哎呀 但是Hira這邊直接拉走 對這隻村民殘血非常暴怒 我很生氣 我要拿我的拳套來扁你 但是看到情況不然是往回走 這邊守一下咯 直接點下城堡賽 Hira這邊升級還算是蠻OK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兩邊都是差不多時間上 MBL這邊其實也是蠻快的 沒想到他可以跟圍巾一起 這相當不容易 自家按了這麼多毛病 如果他沒按這麼多毛病的話 其實可以再上更快一點點 這邊持續再控 這些毛病為什麼按的原因 是因為他已經看到 已知Hira爆了這麼多工兵 他隨時都有可能 會把自己的工兵拉出來 去打一波 沒有毛病的話 其實打起來就會很難受 這邊再補一隻刺猴 想要來追擊後方的這隻刺猴騎兵 因為很多下一次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毛病要配長槍兵 其實有時候這種情況 你去按一隻刺猴來說會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即時的去救援 跟去追對方的單位 這邊可能要送了 因為這裡沒有時間可以空 直接搓爛MBL 三隻馬被一隻長槍兵 趙雲給戳爛阿 哎呀 捅爛 真是捅爛 好 哥德這邊直接點了3TC 然後點下了2級色 戰毛兵的升級 沒有意外的話 馬上就要出意外了 因為這邊工兵已經升好 但是這邊戰毛兵還沒有 還有10秒 要相遇了 這邊Hira會直接硬打嗎 沒有 結果出意外的是Hira 哇這沒了 這坨工兵真的是沒 戰毛兵也升級好 好 真的是出意外了大哥 好 這邊吃喔 追一下 全部把MBL 不是 不是 MBL把Hira的工兵全部收掉了 後面開始出騎士 那我已經知道 我之前的影片有講過 就是他騎士 在打團戰的時候 不一定要出工兵喔 內甲的話一樣可以打馬 雖然他沒有品種 但由於你有強大的軍事經濟的關係 你可以先前騎 爆一堆騎士 然後在後面開始開農 單TC完全運轉好之後 再繼續爆騎士 用自己的強大軍 去領壓對手 而不是用自己的單位 所以 維京人 城堡師打馬 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會打輸的一個存在 尤其是單跳 單跳的時候 前騎還是要按下幾隻騎士出來 給對手壓力會比較好 這是一個比較常規的觀念 騎士就是要先騎 前騎給壓力 然後對手生女就退一下 然後自己先騎士 如果還有活著的話 就可以去稍微站崗一下 把這個生物的位置站起來 生女敢來敢撿 就用這個刺口去砍他 就可以很輕鬆的去賺到一百斤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會先開農 先用二倍數看一下 這邊有開石頭 這邊打得非常穩 Hera這邊出圍巾了 他如果這邊挖石頭 就代表他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不挖石頭 全爆經濟 另外一個就是挖石頭 直接守住主經 或是前面這邊 把這個手再守起來 門面守起來 然後這邊再蓋住城堡 就是先走防守 再來就是再更合一點 城堡直接插在你門口 然後直接射進去 然後連環寶插進去 也是另外一個作戰方式 有石頭的話 工坊來說會比較彈性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 經濟會比沒有挖石頭 差上一些些 但是還是能接受 出到了五隻騎士 那我覺得單挑來說的圍巾 不會出太多的騎士 五隻就差不多 哇靠這邊招我兩隻 MBL 這邊招手術非常快速 單挑來說的話 圍巾的騎士 是不會出太多的 因為騎士 出太多 大陸地獄時代也是 不會打騎士的 之後前起的這個時間點 會稍微用騎士 去給這手壓力一點 畢竟城堡時代 最強的共同單位 就是這個騎士 跑得快 攻擊力高 只要能鑽到點溝洞 都可以燒到些村民 果然在前面插了一座城堡 這個城堡 下的價值就很高了 這邊石頭可以繼續挖 然後可以守住門面 這邊再補一個 自己的附近也可以守住 而且又離對方家裡又近 那這個高地就有點微妙了 要插這裡還是插這裡就是個問題 MBL直接想來插寶 看這插寶的位置數字 已經被對手看在眼裡 而且已經在轉出裝甲步兵了 常見兵也在準備 哇這個步兵可能要被招走 完蛋 步兵沒有像騎兵來說 跑得這麼快 但是MBL哥德這邊 單位非常多 其實想要招贏 也是沒有問題的 看這邊可不可以用工兵 先收掉一些僧侶 但是沒有辦法 工兵雖然不夠多 對方的戰寶兵數量很大 這邊戰寶兵想要先點老頭 但老頭直接跑到城堡下 然後這邊回頭招一下 好招一下長槍兵 騎士 兩隻過來 能招掉嗎 可以 招掉一隻騎士 第二隻能招到嗎 再握一下 好招起來 OK直接反擊 那這個城堡可能還是可以打贏 但是目前黑拉的圍巾狂戰士也出來了 長槍兵也直接硬上 兩邊強調很快 但是這個城堡剩下99% 蓋好了 哎呀這個城堡還是讓MBL哥搞到了 那這個城堡可以打到非常多的東西 但是圍巾這邊直接 要用這個 長槍兵手撕城堡了 長槍兵打建築物有外傷害 那這一些 戰毛兵可以全力的 去反擊 這球裡面還沒有二級訪跟軟甲技術有關係 所以長槍兵將被戰毛兵打還是有點傷害 好這邊按了一隻哥的衛隊 稍微反擊一下 那這邊手撕能反擊成功嗎 這裡依舊還在城堡射程放我妹 這個老頭 送光了 哎呀剩下一隻 稍微招一下 能招到一隻哥的衛隊 就可以反擊一下這個戰毛兵 這邊繼續輸出 想要把這個長槍兵給解掉 這邊有四隻村民在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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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沛亞這邊可以把這些農田給滴掉 然後蓋住城堡 直接把這些單位給射掉 然後後面待會再補一些長槍兵出來 然後後面再補一些長槍兵出來 繼續打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MBL這邊已經點下了帝龍時代 黑拉這邊時代非常落後 所以是決定要補下更多居民 要打居民爆了 看起來有點像 好 黑拉這邊 不是黑拉 MBL 決定 全上帝龍 點下了無政府狀態 還有點下禁射孔 那有禁射孔的話 黑拉就不能直接手撕城堡了 城堡就只能 城堡就可以有效的反擊了 然後可以去射到底下 在城堡下的這些長槍兵 好像這長槍兵被城堡射還是很痛 OK 禁射孔一口 直接無情開射 但是能夠守住這棟城堡嗎 後面哥德貴隊也是慢慢出來 長槍兵也是瘋狂補上 黑拉這邊時代非常落後 MBL在第一時間點下了化學升級 好 這邊一樣在修操作 先修城堡 好 寶貴一樣繼續 衝 跑一下 這邊 哥德爾 黑拉這邊經濟很好 53片田 可以一直去玩這個長槍兵 即使有這個禁射孔 可以有效的去處理城堡下的單位 但是依舊沒有辦法 去阻止對方長槍兵一直補上來 這個輸出一直有在打 打掉這些在修城堡村民 看起來是要守司成功了 這一座城堡難道能夠拿下來嗎 但是現在違建的是城堡 實在在打帝王實戰 實在上有一個明顯劣勢 MBL這邊提倒上帝王實戰 但是經濟其實沒有很好 89吋對上112吋 證明書是有明顯落後 這跟城堡也順利的拿了下來 黑拉這邊這一波長槍兵 可能需要拿去前面換一下 去爭取一下時間會比較好 開始往前 再往前長槍兵 待會直接升到雙手槍兵就會很難受了 那我們剛好說圍巾了 出這個長槍兵其實比較有優勢 血量比維京 維京戰士喔 還要更 更有 更多血量 常見兵的血量就比 孔戰士邦 還要多血量 比這孔戰士 就是孔戰士邦 好 直接守司TC 沒有太大問題 這個數量已經可以了 但是哥德這邊轉出火槍了 雖然火槍數量還不夠多 雖然這邊剛上第五時代 然後經濟也沒有很好的情況下 所以火槍數量一定是不會多的 好 那這邊的話 現在只能認平開拉 這邊認平宰殺自己的TC TC TC也被怒砍掉了一個 OK 這邊倒了 又在倒 哇 倒了非常多的東西阿 這邊補下了一根城堡 要先來拆除正面這座城堡 這邊可以拉 其實有足夠的石頭可以去 去 有這棟城堡 但是他是 有打算要放棄的意思 所以這關城堡 修了沒什麼太大意義 反正我也快地王十代了 但是他其實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去 唉唷 原來他要查這個城堡 不求的原因是因為他要直接 反攻了 然後挖對方的石頭 那就很帥了 那這個技能 碰下來其實也不虧 好 常見兵繼續 開建築 走過來的常見兵 跟對方火槍兵互打一下 好 真刀地王十代的黑拉 要先點下 劍兵勇士的升級嗎 先點雙手劍兵 三級射 先點三級射 但是這邊一直有少量的哥德 為對走進來騷擾 有點麻煩 這邊還是要拿一些常見兵打一下 然後 那由於正面門面沒有這個城堡的關係 所以對方的兵可以輕鬆欲絕地走過來 但是MBL也是看到上方的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可能也會被拆得非常快 但這些城堡只是拖延時間用著 找到自己的三攻三防一好 然後待會 再補下軟甲 就起飛了 然後維基能在自己補一下自己的重衝啊 或者是劇情投司機 反推一波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雙手劍兵器十二底血 哥德爾這邊是轉出火槍路線 而不是走步兵的既有路線 這就有點 微妙了 因為他可能知道自己的步兵 是打不贏維基人 這邊維基人有三防 而且血量又比哥德爾的血量更多 而且哥德爾的劍兵勇士也沒有三防 所以打起來劍兵勇士很容易是打輸的 轉火槍確實是一個明治的選擇 但是這邊沒有單位擋的話打起來是有點痛的 很容易直接潰不成軍啊 因為這種遠距單位喔 就是攻擊速度慢 我家劍兵勇士砍得快 傷害高 血量多 這邊再等二防 就是要等劍兵勇士升級好就直接上了嗎 有可能喔 他可能就會點三防也沒關係喔 因為對方的火槍怎麼打 都是我這個額外傷害的 好劍兵勇士一毫 好 攻擊力13加4血量84滴血 非常的厚 好這裡直接避戰嗎 不打這邊 OK可以啦這邊相當聰明 直接往你家打 好上方這裡有少量的哥德貴隊 抓到這邊挖石頭的村民 好下方這邊也是有少量的貴兵在打 MBL現在這邊在拼經濟 經濟終於來到一百二十一村 火箱也在出 經濟來說雖然錢很多 但農田太少了 這邊經濟有點失調 完蛋 二十六片田怎麼打 待會再多常見兵進來 會直接倒吧 這看起來會直接倒 因為他待會會直接斷村喔 肉也沒有了 然後也不能出這火槍兵 雖然正面打得很開心 但是家裡已經BBQ啦 MBL 好待會黑拉在正面 再補下更多的戰毛兵 再加上一根城堡 基本上這一坨兵也是能稍微擋住 好 拍謝哥的威隊去前線幫忙 那就還好 好家裡補下一棟城堡 想來擋住這一波的騷擾 那這一波跑進來 讓MBL的經濟大受損傷 很多村民直接在瘋狂遷徙 結果跑到正面 正面又有一隻瘋狂進去還在砍 後面 看起來是不太妙 正面的話 黑拉應該是能守下來 現在兩邊都在瘋狂打雙線 好 黑拉這邊已經存夠了三臺巨型頭C 看起來是要存到四臺 然後想要先抓掉火炮之後再打 火炮第一時間沒有跑得掉嗎 正毛兵趕快去點 欸火炮直接被砍死 這邊先點槍兵 槍兵先全部點掉 然後黑拉這邊 黃金樹其實不需要太多 用少量的黃金也可以爆出大量的劍兵勇士 現在是他的優勢 那MBL這邊是要耗費大量的黃金跟食物 要打火槍 所以這個資源上來說會更有壓力一點點 很明顯 MBL現在經濟已經潰不成軍了 農田片只是剩下九片田而已 這個太慘了 直接爆炸 好再補下三防 黑拉這邊的策略非常的完美 劍兵勇士 配上三毛兵 然後巨型頭C 在毛打火槍 可能有三級攻 打到了 跑一下跑一下 拉個臭米再秀一下 後方的單位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跟MBL經濟已經 掉在起來有點困難了 我們來專心看正面 剛才只剩下正面可以看 在毛兵 直接先點 再點下有幾隻火槍 這就是火槍沒辦法清了一起輸出的原因 哇 三級射很遠 直接反 Hunter 欸 他怎麼死一片 火炮直接砸掉了一頭 我佔毛兵 尷尬了 可以拉這邊尷尬 沒有佔毛兵 現在打火槍其實有點困難 對方可以自由開火 好 狂彈師只有65滴血 血量整超慘 今天好像也只有74滴血了 總而言之都是比這個劍兵勇士還要少 而且還沒有軟甲技術 OK 有軟甲三級防的劍兵勇士 遠防4-6 這個抗健師能力就非常好了 好 城鎮中心這邊躲不下 這邊決定要往下走 等一下要攻他硬觸 我們捏他軟裂 快先去打 他經濟火弱的地方 哇這些戰毛還在做事啊 這樣很賺 OK再塑掉一村 武強過來防守 第一時間 點掉了三隻劍兵勇士 舉點高地射劍勇 就是痛 雖然痛 但是射出嫩 劍兵勇士砍得非常快速 要直接把TC給砍爆了 砍爆噴出來的村民直接也被劍兵勇士砍到懷疑人生 射射發抖原地不敢動 哇這個手撕火炮 哎呀沒問題 好NBL看起來是要涼涼了 臭命沈下七七村 黑達這邊則是經濟非常好 直接打出了就覺得NBL 出了222隻的劍兵勇士 哇這經濟真是好 火槍有59隻 就也是擋不住啊 戰毛兵配上劍兵勇士的 偽精人就是要該這樣子打 跟對方打出經濟差 然後用這個大量兵去煙爆對手 好不要打正面了 那看起來黑拉也是很讀懂這個孫子兵法的 這個要攻他軟肋 不能攻他正面的地方 人家硬你就不要跟他硬碰硬 人家軟的地方你就剛剛軟的地方 這裡超軟 後面這邊也超軟 軟到爆 那黑拉這邊戰術選擇是非常到位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沒意外的話 維京人的話經濟是全贏 這個2萬4的木頭 跟下3萬的這個食物 那我就會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評價MBL 是一個比較操作型的選手 騙他很容易在操作的時候 就忘記他的經濟 然後導致他的經濟很容易後期輸給對手 這也就是為什麼MBL在我的影片裡面 常常很容易輸 就是因為他後期 很容易因為控兵的關係 然後自己農田 或經濟沒有顧好 很容易被對方打出過經濟場 然後對方就可以用這個海量軍隊 去淹死對手 這是比較一個主要的原因 也不是因為MBL就是爛 MBL他是真的前期打得很好 很多比賽 跟那個天梯 都是他前期就可以把對方給玩爆了 根本不用打到後期 那黑拉跟MIPER的類型 都比較算是綜合型 雖然黑拉也是前期很容易打贏對手 但他們更多是還是會拼一些營運 讓對手還是有點機會 可以到達到帝龍時代 黑拉這邊也是有慢慢轉型 自己經濟也是有故的很好 四個生活 沒有什麼意外 這個經濟也都非常好 二級農優點 二級木 二級木也很早就點了 二級木在哪裡啊 在這裡 黑拉在這邊就點了 很早就點了 所以黑拉這邊是真的有在調整自己的策略 就是他也不會一直說 就是我真的都不點一級農啊 一二級農啊 就是這個文明該怎麼打就怎麼打 對他來說應該是這種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有見面 各位 有請 cabin 有請 可以嗎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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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